第三七题 它是说当反应再次达到平衡时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晓得可逆反应的平衡是一个动态的平衡 正反应跟逆反应都在持续进行中 只是反应速率相同 所以A选项说 正反应与逆反应的完全停止是错的 它说正反应的速率比逆反应速率小也是错的 应该是相等 那么同时我们跟各位讲过 当可逆反应达到平衡的时候 东西之间会有一个关系 但这个关系我们国中没有教 但绝对不是它的系数上所显示的关系 所以诸选项说 溶硬内的离子浓度比4 个酸跟浓度比2个酸跟浓度等于2比1 把它系数往下超 这样的结果也一定是错的 所以只有C选项是对的 因为可逆反应达到平衡的时候 正反应速率等于逆反应速率 所以它的量在外表上看出来 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 所以会有个固定的比例关系 所以第37题问我们说 当反应再次达到平衡时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反应物以生成物的浓度 维持稳定比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